讲到台湾的庙宇 大部分有主寺的神明 也有以姓氏为代表的神尊 是为了纪念历史上 对地方具有卓越贡献的民间英雄 云林县台西乡 比近海捕鱼人家居多 乡里的五条港安西府 远送至清朝乾隆年 渔民在海上作业时遇上神迹 后来代代相传 张礼墨三府千岁是渔民的守护神 因此迎回供奉 之后成为地方上的习俗 凡是要出海捕鱼前 就会先到此参拜 祈求平安以外 还希望能够满载于祸而归 成为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